黄志雄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已處理,請簡東銘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本案委員簡東銘、楊瓊英、陳學聖等24人,建立教育部為落實原住民主教育法。 此規定,行政程序過分反覆,要求原住民在校住宿學生以免學期開學前必須提供戶起等本等身份證明文件。 除家長必須兩地奔波,付收申請成本之外,免學期開學前均必須繳納以徒徵學生困擾,建立原住民身份不易改變。 本席原提案,要求教育部必須修正補助辦法,改為原住民學生在學期間止息於入學或第一學期繳納一次戶起等本等證明文件,即可或補助,是否有當,敬請公絕。